那當然我那個時候在1月5號 跟他們講這件事情說 我從來沒有想到 最終我們不會有這樣子的就職典禮了 在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在講說 你能夠堅持下來已經是這麼久 你到底在堅持什麼 就像我昨天發布的聲明 我說你們堅持的從來不是校長這個職位 對很多人來說 大學知識也許也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 對我來說在這上面 我感覺到的說在這段時間 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 就好像說你曾經在一個地方 像一棟房子 所有東西你都這麼熟悉 覺得理所當然 地板是安全的 屋頂是牢固的 肚子是結實的 你覺得一切就是這麼理所當然 這個東西就好像什麼 你信仰的大學自治 就是那麼理所當然 本來就在那裡 那有什麼好懷疑的 你信仰的社會的公義 政治 政治 政派 那些東西本來就在那裡 這一切都毫無疑問的東西 可是有一天 也就在今年1月5號以後 當我原來在一些聲明中提到的政治恐怖攻擊開始的時候 你發覺一切東西都不是再像以前一樣 那些東西變成像什麼 當你看到別人有組織的透過言論透過媒體 鋪天蓋地的攻擊 甚至到最後發動司法的系統 你突然覺得你信仰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你當然覺得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棟安室的房子突然一夜之間都不見了 你覺得可以安全地地板垮了 你可以信仰的良柱斷掉了 甚至整個屋頂也塌陷了 你甚至不曉得你自己才處身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昨天的聲明中曾經提到一個 說當別的老師問我說 這段時間你遭受這麼多攻擊的時候 你害不害怕 我那時候的答覆中間一個是英文字 就yes most terribly 另外一個是說我的確是感到害怕 嚴格講那個不完全只是害怕那兩字 我甚至不知道該用哪兩個字或幾個字去形容我那時候的感覺 當你習慣的熟悉的房子崩塌之後 你感覺你原來踩的地板 旁邊都已經全部垮掉了 你在那地方可能像一座橋 你摸不到旁邊沒有扶捨 你也不知道這條橋會到哪裡 你甚至不知道前面有些什麼東西會等你 你往下看你看不到 不知道什麼東西在等在那邊要吞噬你 那就是我過去一百多天的感覺 當我們遭受到這樣子的無情的各種攻擊的時候 我們心中充滿的不只是害怕 是那麼對未然你完全不知道該是怎麼辦 而且你所有信仰的東西 就是你原來呆著那個安室的房子 你信仰的地板 你信仰的屋頂那個梁子都不見了 那時候也同時讓我想到了 這是我從小長大看到過信仰的社會嗎 換句話說這一次如果大家問我4月27號的決定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我為什麼花那麼多功夫回頭去講我從小講到 他真正剝奪摧毀或拿走我的 是我從小到大習慣的那個生命風景 生命風景中衍生出來的那些信仰 不管是對台大的敬仰 對裡面老師的敬仰 對整個大學自治 對整個社會公益的那些所有的價值 似乎一夜之間都不在 或在這一百多天中間呢 被人家一片片的剖掉 一片片的摧毀 然後在那整片中間 在那個斷橋上面 旁邊全部是漆黑 只有我一個人走在那邊 那也包括了害怕 也包括了對未來的那些一切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恐懼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用完全很準確 讓我用準確的用文字或言語來形容 但主要大家想想看 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 我連入睡都困難 因為我不知道我早上起來 會不會有一個電話打電話來 又來問我一件什麼奇怪的事情 而那個事情是我自己一輩子從來沒聽過 沒有想像過的事情 而第二天可能被做成 某一份報紙的頭版頭 說我犯了多麼大的滔天大罪 然後從此開始每天幾個版面的這樣攻擊我 說的都是我沒有做過 甚至我聽都沒有聽過 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那所以等到4月27號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已經預期了 那對我來說 那時候我在想到的更多的是說 如果我們過去所信賴 所信仰的東西都被剝奪掉了 那我的生命中間還剩下什麼 我還能夠堅持什麼 我還要選擇什麼的問題 我做這些話也許聽起來空洞 可是如果大家經歷過那樣子的感受 你們應該可以體會 或者至少聽完我這樣子描述 你們可以猜想到我到底是什麼感覺 那段時間對我無的摧殘 不只是對我個人 我所有的家人 我92歲的母親 98歲的父親 我每次回我去看我爸爸媽媽 我剛剛提到他這麼一個膽小的人 他也不會講什麼話 他只會抓著我掉眼淚 說你可不可以不要當了 那我能對他 我甚至無法跟他解釋 你知道我媽媽是一個 七十年來認為 我當中研院院士是十六年前 對我媽媽那時候我轉到中研院 我媽媽認為說 到中研院院幹嘛 當時台大教授好 對她來說 台大教授比中研院院院士還大 所以對她這樣子的人 她就不能夠理解 你知道他們九十幾歲的老人天天沒事 就在家裡就打開電視 電視上 那我爸爸老了,他就拿個遙控器,天天在那邊播,跳了。 那我媽媽聽到那個,你知道,他膽小的人,他緊張到不能睡覺。 他最常不是對我們一個人,對全部的人。 過去這段時間,很抱歉,我已經說,如果大家允許,就讓我多講一些我自己的感受。 過去這段時間,越來越多,我走在街上,會碰到非常多的人。 開始是對我微笑,後來會直接上來拍我的肩膀。 有人叫我校長,有人叫我管爺,叫我加油,他說你一定要堅持下去,為台灣堅持下去。 這上面我接觸到的人,有年輕的,有年紀大的,有講非常外省強的國語的,也有講非常台語強的國語的。 我不知道他們的背景,但是幾乎是各種人都有,男的女的,老少,各種人都有。 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心中隱藏的一些那種不安與憤怒。 就像孫校長在新年團拜的時候,他曾經指責,執政者說,他們做了很多事情,幾乎每一件事都傷害了許多人。 的確,我看到那些來跟我打招呼講話的人,他們每個人的背景都不一樣。 他們未必是直接受到傷害,他們可能看到有些人受傷害,也許他們有些人自己是深受傷害的一些人。 他們對整個社會中間的那些價值,那些信賴,過去他們習以為常,安之若述。 就像我剛剛提到那個我們自以為安市的房子,那親眼看到別人把它拆掉。 然後他們在這身中間呢,他們感到岌岌可危。 他們覺得自己不安全,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某些信仰的價值破壞掉了。 他們自己一向堅持的東西被拿走了。 他們以為他們該得到的東西也被破壞掉了。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憤怒,他們覺得我們這邊能夠堅持在一起, 似乎讓他們在黑暗中還看到一點點光亮。 似乎看到那個破壞,崩塌的房子中間還有一根柱子還站在那裡。 我猜想的就是他們這樣跟我講這些話的原因。 即使我剛剛從校園內這樣玩過來,我在校園內還是碰到一些, 看起來不是學校的人。 但是他們可能在校園裡散步,他們還在跟我講同樣的話。 我們要這樣子說,這段時間,執政者展現的是什麼? 4月27號執政者展現的是什麼? 執政者展現的是公義嗎?正義嗎?這段時間? 對那群受到傷害的人,那是正義嗎? 不停地搶奪國家資源,職位分配,那是任何的公共性嗎? 甚至我們要質問,所有的這些貪得無厭的掠奪, 包括對今天台大未止的際遇。 這就是台灣價值嘛。 台灣本來是非常良善的社會。 我在更早的一次,我忘掉我跟哪些記者朋友在談的時候曾提到, 為什麼我們在選台大校長的時候幾乎每一個人, 都是這一屆,從前幾屆開始都是這樣, 大家都要講副校長。 因為在台大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心目中, 副校長代表什麼? 是不是代表那個政治,大學的價值, 甚至整個社會願意信賴的力量在那裡? 可是這些年來,這種是值得社會信賴的力量, 另外,這個價值,這個大家可以信仰的目標, 早就在搞政治的人手上,加上少部分媒體的推波度攔下, 一次次一陣陣地把它摧毀掉。 所以我們這些年來,我們在問副校長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在找台灣社會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出來參選還是領選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台大畢業生, 我沒有這種派系力量支持的之下, 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好好準備了那幾場演講。 我對自校裡面的演講, 我對學生會辦的校長給問的演講, 我對領選委員會,我就準備那三場演講, 我沒有去拉票, 我沒有給校務會議代表寄了一封信, 我得到的是什麼? 最後是檢察官打電話到系辦, 把我們系辦的助教都嚇壞了, 因為他要傳我去了。 我當選校長的結果是得到司法的傳訊。 台灣的信賴的這種公益的價值呢, 我還不想變副校長。 我要變副校長之前, 我得先活過這個司法。 這是我們台灣的社會現在變成的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社會上, 我看不到那些我不認識的人, 他走上來拍我肩膀。 叫我校長說你要堅持下去。 開始的時候, 我還跟他們講說, 謝謝謝謝, 但我還不是校長。 這幾天他們拍我的時候, 我說對不起, 我現在真不是校長。 4月27號是什麼? 我在聲明中說, 那是會被台灣大學校史記下, 也是會被中華民國歷史記下來的一個日子。 政治的力量, 這樣赤裸裸地涉入我們台灣大學。 他對整個高校起到了寒蟬效應。 威嚇其他人不敢站出來。 大學自治,台灣大學這一關破掉了。 所有的高校以後永無寧日, 那我們台灣自以為厲害、自豪的民主價值。 甚至連那個軀殼都不在。 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對別人再去講。 我們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民主。 我們的民主連個行都沒有了。 我們的裏面的骨骸, 我們的精神, 全部都被抽走。 只認著以為他們一時的得意。 他拿掉了這個校長的位子。 未來台大幾年有沒有校長? 誰會在乎? 台灣大學的學生有沒有競爭力? 我們的高校有沒有競爭力? 他們可曾在乎。 他們展現得完全貪得無厭。 所有東西自在必得, 就絕不容別人染止。 台語不是有講到這個嗎? 天無照甲子, 人無照天理。 抱歉我們沒法用台語講這個, 你們應該聽過的。 人如果不照天理做事, 天的運行也都會出問題。 我看到民眾的這些反應, 我就想到這一句話。 你們不照天理做事, 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來的時候還特別提醒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但是我發覺我講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去。 所以我想我先講到這裡。 其他聽聽看, 大家還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問。 還要麻煩攝影的朋友們, 照的時候盡量平著照, 不要從頂上照, 因為頂上頭髮不夠多, 盡量平著照比較好看。 因為不然照起來太像, 太像有些人。 有沒有什麼要問我的? 這個就一道說, 學復跟堅持, 生下去的學復跟堅持。 接下來的學復, 學復的道理是什麼? 就是說, 是採取法律的進去抗抗嗎? 還是說繼續參與太多? 就你的認知, 你到底還不值得參加下一次的民選? 你未來的學復跟堅持, 總法律的進行會繼續參加? 謝謝。 我和律師團的律師討論過。 當然第一個, 教育部的批駁的公文對象是台大。 所以, 真正的法律事格性上面, 應該是台大最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那這點上, 我現在坦白講, 我現在什麼身份都沒有, 台大要怎麼做, 我大概也沒有什麼資格去過問。 但是, 律師團也是說, 我應該也可以找到某種身份, 也可以去提起行政訴訟。 所以, 法律途徑一定是會要走的。 雖然現在法律跟政治, 也許會有一些牽扯, 但是, 司法途徑是一個最終, 我們相信是可以釐清事實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 您會走司法? 是, 那我們會把這條路一直堅持下去, 行政訴訟是一個方向, 但是繼續下去, 還會有什麼? 那, 我本身不是這樣法律專業, 律師會告訴我應該再怎麼樣走, 會不會一路走下去, 甚至這樣來走到市縣這條路, 我們都不排除。 實現, 這在哪裏, 會不會實現? 對, 包括他們現在去解釋的一些上面, 我猜想, 我猜猜猜想, 因為這是參考律師談, 所以這上面我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 是要什麼階段該怎麼做, 那司法途徑是我們最後的訴求, 事實上也是我們最後還可以勉強行人的一個地方。 那下次的領選, 你認知這次一定要談話, 你覺得你到底還沒有資格繼續參加領選? 其實我那天, 當那天我因為聽完張學友演唱會以後, 頭有點昏鬧, 所以我不太了解交易部講那個, 他到底我有沒有這個資格, 我其實到今天也不確定,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首先, 大家要知道, 台大要先統一重新領選, 才可以談到我下一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先去問, 是說, 如果他不承認這個資格, 台大要不要重新領選? 但是我聽到, 吳先生說我違法明確的時候, 我三號我覺得, 我聽到遠方傳來一聲巨大響亮的打臉聲, 打臉聲是怎樣? 你應該我講得更明白嗎? 我這樣講你懂的, 可是他到現在為止, 他這個領國啊, 其實很多人也許對事情, 那個細節不是太了解, 雖然台大發布好多是生母啊, 他還是講的是, 這個經濟法力, 重大的利益, 我也迴避, 其實, 這個事情, 有些人不相信, 你再講, 講怎麼都沒有, 事實上從1月5號以後, 少部分的人, 包括台大自己的老師, 還有外面的一些媒體, 推播主欄, 他們上窮必落下黃泉, 就在找我的錯誤, 他們到教育部配合他們演出, 一再發文給台大, Email給台大, 大家原來才開過30以下, 最近一次, 我們的系主任告訴我的, 是來了一份有49項的傳聞, 叫台大回答, 我非常感謝我們系主任說, 他的答復是說, 財經系沒有必要回應報宅的傳言, 所以他們這些所有的指控, 幾乎都在雞蛋裡挑骨頭, 很多事情你告訴他, 不是這個樣子, 他會繼續問, 所以這上面我覺得, 如果最終還是纏不清, 我們當然就只能走到司法的途徑, 這上面根本已經早就不是解釋不解釋, 信不信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也是為什麼當初, 有很多人怪我, 甚至我很多支持我的朋友說, 你要出來說明, 大家都知道, 這根本不是說明的問題, 他就巴不得你出來說明, 說完一個後, 第二天報紙再做兩版, 打你中間兩句話, 然後就說, 你看你這兩句話沒講清楚, 那你又要再出來說明, 這樣打三天以後你就撤掉了, 對吧, 而且我一直不懂的就是, 如果台大的調查報告, 你不相信, 那你要相信誰的報告, 如果你說, 我去什麼地方堅持, 那個地方回問說, 他沒有, 他沒有上課, 沒有資訊, 那你還不信, 那我要怎麼辦, 那我出來講你信了嗎, 這不是太荒謬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整個事件中間, 前一任的教育部長, 下台前還說, 他都不出來說明, 他要檢討我, 他也從來沒發過一個函, 請我過去說明過啊, 你都不來問我, 為什麼要我出去對大眾, 站在街上去, 對大家廣播說我做了什麼事嗎, 這個邏輯在什麼地方, 他如果發函, 叫台大林選委會調查, 他只要找我, 我毫不猶豫的就會去, 甚至你教育部發函, 邀請我去教育部說明, 我也會去, 他沒有問過我一件事啊, 一件事都沒有, 連個電話都沒有問過, 如果和教育部長, 請你記住, 欣賞一下, 我們兩位, 正義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在入讀的部分, 其他像兼職, 或是那個, 學術的部分, 應該沒種音質, 而是我們在堅持 跟這個部分一直沒有聽到老實講過 這樣子講好了 到底要有哪個事情搞我 其實是他們選擇性的 因為如果讀懂可以搞 不是一開始就可以搞了 就搞了三個月搞不出來 到了三月多 在校務會以前就開始搞這個國外 只是後來約搞 捅到大馬蜂窝了 那現在就回頭在這個程序上 我可以跟大家簡單的報告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照著台大規定的程序做 台大說你要得到同意 我們就跟系吳 學校申請 系吳會議通過 我們就去 我沒有當過讀懂 我並不曉得讀懂中間還有些什麼樣的規定 如果說現有的制度中間有什麼漏洞 那是制度的漏洞 不是我的錯 我完全每一步 這一點上我告訴大家 我就太像我媽媽 膽子小的要命 每一件事情我就照著規定去申請 而且喔 他如果要去認為說那個程序中就有問題 台大每一位去擔任獨立董事的程序都是一模一樣 我沒有比人家多佔便宜 我也沒有事後請人家調整任何制度 完全都是照著學校的規定走 完全問心無愧 完全問心無愧 因為之前的賴院長也有講過 他說其實上很多的爭議喔 其實如果你早一點出來說明 像總統的東西 你早點出來說明其實就沒事了 他為什麼都不出來說 除了之前那個潘部長還有講的外 那個總統昨天的反應說這個其實喔 你這個案子後來的決定 他的總統說這個其實是要尊重你的教育部專業 他說這個其實是一個專業辦的 你教授怎麼看 第一個 教育部在這事情上的判斷 一點都不專業 第二個 我一直不認為這個叫做我的什麼案子 我沒有案子 我清清白白 我沒有任何案子 我看到報紙上寫廣案 我就一肚子鳥火 只有教育部才有案子 教育部製造的案子 本來好好一件事 本來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勵志成功的故事 不是嗎 一個考不上台大的人 後來居然選上台大校的 一個本來在台大旁邊玩泥巴的小孩 後來當了台大校 不是挺好的嗎 沒有什麼廣案 我看到廣案兩個字就活 你們今天拜託 你們絕對不能講廣案 不要講廣案 一講我 血壓就上升 那至於 我剛剛也已經講過 為什麼不是由我出來說 有人說你有罪的時候 你站出來說我沒罪就沒罪了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信賴第三方的調查 有人說我去監客 那個我去的地方人明白 這是正式公文回覆 台大正式公文回覆 說死人沒有在我這裡監客 他沒有上課 沒有資心 那個碩博士導師只是一個頭銜 其他那個都是榮譽 這個你不信 那我出來說我沒有上課沒有資心 你就信了 我沒有見過這麼荒謬的邏輯 那現在還有人知道說 你看他一定跟對方有勾結 不然為什麼他的資料就被 就拿掉了 很簡單 這邊有我的律師 但我們知道這個事情 報告各位 我不會每一次跑去大陸網站去看 他有沒有寫我吧 寫了我就很高興 不可能嘛 我們知道以後這是有正式的律師函 請他們我唸給大家聽啊 帶管中銘先生通知貴校網頁列載 管中銘先生為師資陣容 皆為不實資訊 請急於移除見負 這是我們的律師給廈門大學發的 那廈門大學收到以後 我不確定他們有移除感情 在網頁上很難全部移除 但他們就至少 我後來問了一些人 他說至少他們可以看到的東西幾乎都拿掉 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因 心裡有壞心眼的人 總覺得別人都是勾結的 我們不幹這種事 我們膽子小 都是照規矩 規矩矩矩的來的 沒人家那些壞心眼 想問一下說這件事情 就是這麼多個月發生以來 你有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對象是您嗎 你有想過是因為 之前在馬政府當官的色彩的關係嗎 或者是說 因為剛剛也一直都要說 因為現在有傳出很多消息 你查你可能有黨政高層 也可能有李遠征的那一判人 你有覺得說 這樣真正的幕後 黑手到底是怎麼樣解釋 我沒有辦法去猜測 背後到底是不是有黨政高層 因為我跟那些黨政高層也不熟 我也不知道有誰 至於說有沒有李院長 我更無從猜測 我本身沒有資格先去懷疑 有什麼人想對我不報 但是我至少我可以看到的事實就是 執政團隊發動整個國家機器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管中民不能當台大校長 就這麼簡單 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還需要用別的東西 大家都輕點看到 不需要多說了 就這麼簡單 我甚至懷疑 於領選規則下面 有用隱形墨水寫的 管中民不能當台大校長 只不過你要戴著一個特殊眼鏡 才看得到 我沒戴 我不知道 知道了就不躺渾水了 最大可能 也許再重新看看領選規則 可能有個隱形文字在那裡 我想這個上面 是不是針對我不知道 但它的確就是 窮盡洪荒之力 就是不能讓管中民當下 甚至之前還有 他那個叫做什麼 就等於 類似赤羅公權這樣子 就是什麼 你反正好像也不能當候選人 還是什麼 也不拒候選人 我不曉得他那個用詞是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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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的當務之急 我不會考慮 但是整個台大的自治已經出了問題 台大自治可以出問題 哪個高校的自治不能出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高校 是應該要站起來 表示自己的態度 我沒有辦法 我現在譬如說 我也不能站出來 對台大要做什麼 說三道四 說三道四 我當然更不可能 對別的學校有什麼資格 說什麼 但是這是高校 自己要去想到 他可以對一個校長候選人 做這樣子的追殺 他起到的那種作用 那叫他誰敢真的出來選 那其他的人會不會害怕 那別的學校 如果為了他自己的前途 他要不要站出來 也來對這個事情表示態度 大學自治從來不是一個學校的事 也不會是一個人的事 教育部的講話 他聽過某個媒體 他對大學自治有一個解釋 他說其實大學自治是指說 在教學研究上叫大學自治 那換句話說 他意思是說 那個靈學這個部分 是事實上 因為不在自治的範圍 你怎麼看教育部這樣怎麼解釋 我發覺教育部對很多事情 都有他非常獨特的解釋 那我相信他們對民主 恐怕也有一套他獨特的解釋 由他做主就是民主 因為是民進黨做主 或者呢 民主呢 在他們來說就是民王 就是民主少一點而已 人民是人民 他們做王 大學中的校內的事情 包括剛剛提到的教學和研究 那是極度載化的 大學中間的管理 學校的發展 甚至整個教學體系 甚至研究方向 這些東西 都是學校的人自己決定 自己管理 政府跟大學中間呢 大學是替整個國家在訓練未來的人才 我認為真正理想的方向 大學其實承擔的是 國家某種委託的責任 去執行這個教育人民的工作 而在這上面怎麼教 不是那些不懂高等教育的人 可以隨便指指點點 即使當了院士 也不一定懂高等教育 我懂一點 你之前有提過 因為這個事情 你說那個說 他強沒有他強 清風古山崗 甚至明月照大江 您現在的心情還是 清風古山崗 明月還是照大江 我一直都是啊 就有時候風強一點啊 但是怎麼後悔 後悔什麼 這是好問題 因為我也曾問過自己 我想我不能說 我用後悔這兩個字 但是我會非常驚訝 整個臨選到最後 你知道一直到1月5號 陳校長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懷疑都一直相信 這是一個美好的過程 直到1月5號晚上之後 第二天開始 兩天之後 風雲變色 我才發覺這個社會真的 我們信仰的很多東西不在 這件事情 在你的身高中 到目前為止 比較大的 你最心疼的部分 或最難過的部分 還是家人的部分 我不能確定這算不算挫折 以我現在自己的感受 我得到的社會上的肯定支持 遠遠超過我當初的預期 從那上面來說 我是收穫 大學校長從來本來就不是說 是一個我一定要去做的東西 而是我就像我在自校理念中強調 那時候我覺得 是一個我們可以由下而上 作為改變台灣的一個社會工程的起點 我最難過的東西 或是感覺到最挫折 就是我剛剛前頭講到 就看到我們過去所有信賴 信仰的東西 包括大學自治 包括社會的公益 突然就在這100多天中間 一片片被拆掉 大學校長從來就不是真正的關鍵的事情 是人家怎麼樣把你這些信賴的東西 整個制度上的所有的一切 慢慢的擊垮擊碎 我想今天社會上 為什麼有很多人焦慮 年紀大的人也焦慮 你說有經濟上的原因 我覺得是整個社會 這些信賴的體制 這些信賴的對象 全部都不見了 社會上充滿的都是攻擊 分裂 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的破散 這真的不是我們需要的台灣 我們需要台灣應該是有一個 我們有個共同努力的目標 有點像我們年輕時代 我們毫無懷疑的相信我們的努力 會讓台灣變得更好 事實上過去的大學自治 也是在這樣子的理念之下 在那些學界前輩們支持下來的 怎麼有一批人 當初他走過這樣子的立場 到了後來 當他們手上掌握權力的時候 對現在發生的不公不義的事情 今生不語 我只要問一個 民進黨中間有多少台大畢業生 哪一個人出來講過一句話 為他的母校講過一句話 包括總統 信賴教育部的專業 如果那個地方還有專業可以 如果那個地方還有專業可以 如果台大居然會重啟領選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接受了教育部的裁判 如果是你 你還要不要選 如果是你 你還要不要選 我擔心說 如果真的 真理回來這邊 讓你當選 台大校長 的話 上任之後 那整個風波跟爭議 跟對抗 會變更嚴重 你這個問題的假設更多了 要經過多少層以後 才有可能變成那種情況 其實我認識教育部的 多數的事務 他們其實是小的 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問題不在他們 所以假設 居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雖然 I seriously doubt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假設真正發生的話 那其實是表示公義又回來了 我相信教育部會走回正軌 只要沒有其他怪怪的人在那裡 就你怎麼看 現在星期日 你做出過宣誠 你的部長 那你剛剛叫他 稱他吳先生嗎 那那 他稱我短先生 因為你還沒到校長 是不是 他可以叫我教授 他可以叫我院士 然後那個高晨先生 覺得他其實很有過力 上日不到八九天 就處理好 明明這件事情 要做出國會 你怎麼拍現在的部長 我也覺得吳先生 非常有魄力 包括處理我這個 校長的事情 也包括處理 東華大學專利 也包括當別的接觸顧問 各方面的處理 都非常有魄力 積極的 小鈴鐺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允許我再講幾句話 我剛說前面已經講了很多 我還是很希望 因為今天是一個比較小型的 跟當初忘掉1月7號那一回 就是比較多人 就是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我今天很希望今天我們在座的媒體朋友們 能夠盡量把這個訊息傳遞出去 就是今天我們在這裡碰面 在講的 絕對不只是在針對4月27號的那個教育部的決定而已 我希望我們講到的是告訴大家說 今天我們在台大旁邊 我們經過台大都看到那些黃絲帶紅 還有那些布條 我希望整個社會知道 我們還有一群人對台灣還沒有失去信心 我們對台灣還沒有放棄希望 我們相信台灣的公益不會就這樣子 被少部分人輕易地拿走 拆毀 我們現在的努力是為了台灣大學 也是為了整個台灣高教的支持 甚至希望能夠維繫台灣整個民主體系 不會在少部分人的操縱擺弄之下被摧毀 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當年 二戰之前的法西斯奪權之前 這是在歐洲是一個很清楚的現象 法西斯的納粹也是在民主的選舉制度直下上台的 當他開始逐步地把權力從人民手上拿回來 變成走回威權的時候 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國內的人 人民也對他包容 當他在欺壓一群人的時候 別的人都盡聲不語 當他逐步對一群人一群人的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事情太多了 動用國家積極權力到最後 只是要再連台大高點教育的事情都要來搶 這就是充分地展現了這種法西斯本質 當年對法西斯退讓的最終結果 就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戰 甚至造成德國幾乎走上萬劫不復的境地 我希望我們能夠讓更多社會上的人知道 社會上信賴公義政治的力量還在 尤其這力量並沒有像少部分壞人一樣那麼團結 但是我們讓他們知道 只要我們願意團結在一起 我們可以阻擋內棟房子的崩塌 我們可以維繫台灣的公義跟政治的力量 維繫我們的民主體制 都被少部分人輕易的摧毀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知道這一點 這真的不只是一位台大校長的事情而已 我太太都哭過我媽也哭啊 你太太怎麼哭啊 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你聽到司法的威嚇的時候 你那個心中產生的恐懼是什麼樣子 我媽媽是每次看到我就哭 我老太太 好像水座的一樣 你知道我媽媽二十幾歲到台大 她做到退休 我剛剛提到她經過莊長公 經過陸志宏莊長公 復四年一路下來 我每次都跟她開玩笑 你這個你再不退休都要輪你當台大校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同學們有沒有問題 我們沒有問題 剛剛我只想說一句話 還是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謝謝 謝謝同學 加油 謝謝 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就到這裡 今天謝謝大家 大家花點時間吃點蛋糕吧 當然嚴重 但是執政者顯然不以為意 我們也可以說 有些人當然也會說 那我們還是趕快回復正常 不會回復正常 當允許政治力量這樣涉入以後 永遠不會回復正常 但是這是台大的關鍵時刻 台大自己要表現什麼樣的態度 面對強權 台大的優良傳統 我非常佩服郭代校長 因為他在這段時間 因為他本來楊校長是請他來當副校長 就不巧就正好碰到他必須要代理一段時間 然後又碰到這麼多風波 個人可以想像到他不僅要處理校務 這麼多事情 還同時要面臨各種不同的紛擾 他必須承受這麼多的壓力 你可以想像各方一定要說 你要這樣做你要這樣做 郭代校長非常了不起 他這麼年輕了不起 有大將之風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 這個是不可以關掉 但是到後來 我們在街上 遇到別人的時候 他們都很討厭 看到我們才有變化 以前當然有些人偶爾會認出來 但是上個也是少很多 因為他們後來會比較 那就是 這個微笑一下 就他們比較說 我認出後 但是 是不是改商業的東西這樣 越來越後來是上面跟你說 譬如說 請問你是滿重要的嗎 或是說你是由來教育 或是直接說 像我們家說我們支持 我們全家支持 他就很直接的表達他的 那種感情跟支持 如果你說說 這個工作結成 除了事情 甚至下月結束上次 他都認出你了 很多人以為 都可能會死亡 我在公司的實際上 我們還今天 可以拿上那個 我弄開來 他上個這個禮拍 我們也有 那幾個禮拍 那幾個禮拍 然後 我們坐在路管 等一下 下次我給他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 非常多 他們 我知道 比我 覺得 這時候 好像 我通常會覺得 好 我覺得會到這些 不管我以前 你現在 一定在他 因為 對著你 你講去他心裡的感動 他想要表達的一個願意 只是要比 只是對你為小 要強勇的 你現在越來越來越多 對 最近越來越多 其實你說我當初在某些公司拍好了時候 當我在外面播放的時候 真的就是某種社會事 真的讓你覺得說 沒有你想像那麼多的 那真的很重要 就是人家傳了一兩句話 就是說 中間寫出來一句話 讓我覺得說他理解了我中間的一些維吻 就有些人會告訴我說 我覺得你能出來是對的 那你就會覺得有人理解我 你知道 任何一點這種話 都是能支持我婆婆自己來做的第一句 有沒有一個是蛋糕 小朋友 為武大學支持 晚點我們支持你 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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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